店家營業到一半 工作人員前腳踩鋼踏出來 突然一聲轟然巨響 也要被整碟噴飛 男子差點站不穩 原來是瓦斯漏氣 引燃噴火 裡面工作人員衝出逃命 聽到碰音聲 我以為是車禍 結果就有火這樣 消防到場事發當下 瓦斯工人和店員 都慘遭火吻 進急送移 就有看到有東西飛出來 瓦斯的師傅 就是很燙傷 然後衣服都爆掉 60歲瓦斯工人 首當其衝 傷勢最為嚴重 全身32度燒燙傷 30歲女店員 左手後頸 也有一度燒燙傷 其餘兩名店員 則預防性送醫 事發就在新北板橋 中正路上 一間連鎖飲料店 16號下午2點左右 疑似因為瓦斯工人 更換瓦斯筒線時 不慎漏氣又碰上火源 瞬間引發劇烈燃燒 造成兩人受傷 店內東西也被炸出 散落滿地一片混亂 在觀眾的座位的過程 就是有一些 對 公司 說慶四人送醫後 目前均無大礙 至於確切事發經過 人帶活惡調人員 進一步釐清 記者陳正邦凡雅喬 新北報導 我是蕭惠文 您的生活日常 從每天收看 中式新聞開始 中式新聞陪您度過 平凡而充實的每一天 更多新聞也請您鎖定 中式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要記得開啟小鈴鐺喔